今天台股 再度的反彈 我跟大家講說 這次要不是說反彈 但是今天雖然是反彈了 304點坐收 尾盤有一點小震盪 但是我們看到為什麼 我說這是反彈 其實大家在這邊觀望的氣氛 還是相當的濃烈 因為今天量能真的縮得很小 不到4000億的量能 那我們如果說看整體的K線型態來看 已經從過去 8月5號那一天 我相信大家報了大量 長黑報巨量之後 大家開始感到恐慌 後來你看大家這個量能 都是逐漸萎縮 尤其是今天 今天是上漲的格局 但是卻沒有量 所以美姐把它視為是一個反彈 大家就正在擔心什麼 就正在觀望什麼 明明就是 明明類股還是一樣 漲得加速比跌的加速多 而且今天台股F5 表現也都是非常亮眼的 但是就是缺乏而量 表示大家都很恐慌 應該比較恐慌 因為今天是漲了304點 大家就是比較 比較觀望的一個態度 那觀望什麼 這個禮拜 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大事 美姐一一的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就是禮拜二 美國要公佈這個PPI數據 在上個禮拜 台股經歷了上衝下襲 下襲上衝這種行情之後 應該是說叫做血洗 血洗 講這個大家可能比較有感 大家都心有餘激 所以當美國要公佈一些 像像PPI數據的這種 攸關於通膨的這種問題的時候 大家又開始擔心了對不對 美國不只在禮拜二要公佈PPI數據 甚至禮拜三要公佈CPI的數據 我認為大家應該就是在觀望這個吧 對不對 然後另外在禮拜三 禮拜三 還有我們的鴻海 我們的鴻海的法說 我相信鴻海的法說 大家應該不會感到很悲觀 但是為了怕整個總體環境 如果說不好 影響到你的股票 你也會覺得很惶恐 所以在這邊行情 是產生了一個大家比較 卻步的一個角度 卻步一個角度 但是美姐一一跟大家來做分享 其實有時候 你錯過一次機會 你要再等十年 因為你在這邊 你在這邊 或者是你在過去下跌過程當中 你不敢買股票 你不敢買股票的朋友 在上去的時候 你覺得 現在假設打八折給你買 八折給你買 你沒買 當它再漲20% 再漲20%就好了 你會敢買嗎 對不對 尤其又歷經過上禮拜 那一種大震盪 大震盪 大家都會影響到這種情緒 大家都會影響到這種情緒 但是這個行情 究竟怎麼看 美姐來跟大家講 PPI數據 CPI數據 它是勢必都要公佈的 是沒有錯 但是你在擔心 擔心這個 我認為 除了這個以外 除了這些數據以外 大家還關注於這個 這個 美國今天有沒有衰退 會不會衰退的問題 再來 又中東的衝突 中東的衝突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 美姐的看法 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認為 不管這個數據公佈出來 是好壞 或者是持平 但是究竟反應就是那麼 一下子 就是那麼一下子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 今天是8月12號 那奧運也差不多 奧運也落幕了嘛對不對 奧運也落幕了 好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 四年一度 一樣是四年一度的 美國總統大選 那現在呢 角逐的 角逐的是賀錦麗跟川普 賀錦麗跟川普 但是呢 美姐想要跟大家講 不管是在台灣也好 何況是美國 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你想想看 執政黨 他要拼連任 他如果要拼連任 他能夠讓股市跌到哪裡去嗎 你想這個問題就好了 所以執政黨要拼連任 他絕對是想要拼連任 不然不用這樣子 互相角逐嗎 他拼連任 絕對不會承認 就算有經濟衰退的現象 他也不會說 資金衰退 會像我們台股 這種在跌的時候呢 就會有人出來說 台股的基本面環境很好 類似這樣的話 這種互盤的這種 這種言語言論 那另外呢 究竟反正我們現在 就要步入這個 美國的 美國他正正要步入這個 降息的循環 那降息的循環 可以說是底定了 只是說它還沒有實現而已 那現在大家討論 不是降息與不降息 因為你那些數據 大家會擔心的就是說 它會不會攸關到 這個降息與否 但是與否我們可以先拿掉 現在大家討論的是什麼 降多少 那現在我們市場預期 Fighter Watch市場預期 降息一碼的機率 已經高達53.5% 那降息兩碼的機率 也差不多喔 差不多一半一半喔 降息兩碼的機率 高達46.5% 加起來是多少 百分百 所以百分百 大家都認為降息嘛 所以美姐給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美國不會在大選前 說經濟有狀況 縱使有也不會說 對不對 所以如果也不會說 就會像台股一樣 台股本身的基本面很良好 沒有基本面的問題 大家忍一忍就過去了 就類似這種言論 縱使有什麼問題也是這樣子 所以呢 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我認為在這邊 我不敢跟你說 你一定要all in做多 但是在這邊呢 不是放空的時間點 你會想說 台股在今天860號 在7月中旬下旬 跌得這麼稀里花啦 這麼慘 為什麼還不做放空 為什麼還不能做放空 就因為 就是 美國總統大選 你了解嗎 反而押回 你有勇氣的 你是找加碼 或者是低階的一個機會 那另外 你所關心的中東問題 以色列 伊朗 一下子 又好像就是說 要回復和平 一下子呢 又衝突 又要開戰了 那這一次呢 拜登 他有去當和事佬 但是大家 對於他們 對於中東這個問題 美姐 也沒有辦法 因為美姐 誰也猜不透 誰也猜不透 但是呢 這有這個 這個 變數 等於說 有國際 情勢的 這個變數的情況之下 大家會擔心 大家會擔心 但是呢 美姐在這邊 我為什麼呢 會勇敢的 勇敢的站在台面上 來跟你講 這件事情 我們先 還沒發生之前 我們先不要擔心在前頭 我不是隨便亂講的 我們來看一看一個數據 一個什麼數據呢 如果說當中東 中東尤其是中東喔 這個區域 它如果說真的有明顯的危機的情況之下 它如果明顯的危機的情況之下 什麼東西會先漲 給你三秒鐘的時間想 什麼東西會先漲 應該想到了吧 就是原油 就是原油的價格 它會先大幅的飆升 原油的價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 原油的價格它有沒有大幅飆升 有沒有 你自己看啊 原油的價格 它並沒有大幅飆升 它就是在這邊而已啊 在這邊而已 它沒有那種急劇的恐慌性的飆升啊 所以這件事情我認為 你可以先擺旁邊 你可以先擺盤旁邊 所以美姐 其實美姐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都是前後一致的 你看喔 大盤 我們大盤 大家最恐慌的時刻在這一天啊 帶亮長黑 帶亮長黑 直接開盤就破半年限 有沒有 中錯了一千 一千多點 一千多點 但是美姐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講什麼 回 她 大家看起來好像要回徹年限支撐 但是呢 美姐跟大家講什麼 一句很重要的話 全部鐵刃如山在這邊啊 8月5號我就跟大家講 月線 在這邊 在這邊收盤價 它與月線的負乖率高達14% 與季線的負乖率高達10% 這是相當高的喔 這是代表什麼 隨時會反彈 隨時會反彈 但是呢 短線上因為大家太恐慌了 短線上的線型其實有被破壞 所以美姐到現在 我還是跟大家說 這叫反彈 另外呢 我還跟大家講 我怕大家去放空 我怕大家去放空 我還跟大家講 在這種 在這種重挫近十年 有這種單日最大跌幅的 那種情況之下 隔5到10個交易日之後呢 彈升的機率 彈升的機率是高達了60% 所以為什麼美姐很篤定的跟大家講 那邊是機會 不是你恐慌的時候 有人說 當別人恐慌的時候 我貪婪 但是有時候呢 該貪婪的時候 你也要貪婪 對不對 當別人恐慌 該恐慌的時候 你也要恐慌啊 但是你究竟如何去分辨 美姐是不是都跟大家講 非常清楚 從不然從大盤的K線圖 重挫1000多點 史上最大跌點 而且又爆巨量 通常一般的技術分析 都會跟你講 一般的技術分析都會跟你講 巨量 長黑巨量 這個是不OK的 但是美姐 從乖離率的角度跟大家分享 嚴重超跌 而且呢 從過往的經驗來看 上漲之後的上漲機率高達六成 所以你要怎麼做呢 8月7號的時候 我甚至跟大家講 他會開始填補 8月5號的跳空缺口 他會慢慢的填補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8月7號 我會跟他說會填補這裡啊 但是短線上會先震盪 我一個一個都先跟大家講嘛 對不對 然後呢 8月8號父親節 8月8號父親節就在這一天嘛 是不是 果如美姐所說的 先震盪 但是我跟大家講 後續呢 會再向上反攻 你看 是不是都是這樣子 美姐沒有在跟大家馬後炮啊 那麼今天的加權指數呢 是正式的填補8月5號的缺口 但今天盤面上呢 大家還是缺乏的一樣東西 缺乏的一樣東西 就是叫做熱情 旁邊上呢 開始在輪動 開始在輪動 那今天 我們如果說以現階段 現階段 開始輪動到哪裡去呢 轉為 輪動在補漲型的個股 補漲型的個股 就是 大阪已經填補8月5號的缺口 那還沒有填補8月5號的缺口 就是過去弱勢 過去跌很深的個股 今天它展開強烈的攻擊 比方說2382的廣大 2382的廣大 它7月移收 它是角出亮眼成績單 角出創23個月的新高 將近兩年的新高 那另外呢 2317的鴻海 一開始填補8月5號的跳空缺口 那禮拜三 我剛剛跟大家一開始跟大家講 禮拜三它召開法說 我認為不會太差 那再來呢 載版了新興 它也是喔 填補8月5號的跳空缺口 你看喔 這一波大盤在反彈 我們會看一下大盤反彈 是已經來到了 來到了這個 十日限制上了 十日限制上了 但是呢你看這一種 這叫跌深的 這要跌更 跌的比大盤還弱的 今天表現更強勢 漲6.75% 7月份營收重返百億元 7月份營收重返百億元 但是我們要關注的是 它究竟未來有沒有續航力 梅姐一直跟大家講 操作你不要看漲就去追 不要看跌就去砍 你要找真正它未來有續航力的股票 你去買你才有意義嘛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講 真正有續航力的個股 是強於大盤 而且有獲利的個股 比方說我8月5號節目跟大家公開的 台積電 那些是不是甚至觸及跌停 是不是甚至觸及跌停 梅姐跟大家講長線買點浮線 我們來看一下2330的台積電 今天中場的時候有震一下 但是還是一樣是上漲的格局 現在它已經在挑戰到這個月線的位置了 那有誰會知道說在 當然有很多人會在這邊抄底 跌破半年線的時候 梅姐跟大家講長線買點浮線 是不是8月5號 是不是8月5號的長黑 是不是壓回低階 你追高風險高 8月5號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長線買點浮線 是不是這樣子 8月7號我甚至跟大家講 它來到前方的壓力區會震一下 但是長線偏多的看法不變 那我們再看一下今天台積電 它公佈的7月營收 月增年增 都是雙位數 營收是創新高 那它已經領先的 填補8月2號的跳空缺口 所以這叫做有延續力 梅姐都有跟大家講 是不是 那再來呢 還有一檔個股 2308的台達電 2308的台達電 你看喔 台積電 這麼優等身在這邊 它的位階在這邊 還在月線之下喔 還在月線之下喔 大盤呢 不只在月線之下 它還在7線之下 但是2308的台達電 它在所有均線之上 所有均線之上 它沒有它有沒有題材 它多重題材 2308的台達電 大家可能覺得它是大牛骨吧 大牛骨對不對 但大牛骨今天可以長怎樣 也是可以漲降至3%啊 台達電 它在各個均線之上 站上所有均線 它的一冷散熱 AI一冷散熱產品 這一季會出貨 說到它是供應AI的電源供應器嘛 對不對 它現在站上所有均線 我認為它是 比大盤還要強 比大盤還要強 所以美姐打個美姐認證 美姐打個美姐認證 那有一個類股呢 強於大盤 有一個類股強於大盤 我相信 你也許你手上都有 在上個禮拜表現 很強 很強 但是它展覽 展覽題材的 就是 自動化工業大展 那你看到 你們大家都想到了1597的值得 上個禮拜是不是很強 大盤在跌它沒有跌 但是今天反而慣要 到這樣跌挺 是不是 8374的羅生 上個禮拜 根本也都沒有跌 但是今天卻是表現這樣 所以 有些股票 如果沒有續航力 你不能去追 你不能去追價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你如果說想要檢視 你手中持股還有續航力的朋友 真的 不是說 它 上個禮拜沒有漲 沒有跌的 就表示是它超強 你就可以去 去追價 那如果這樣子 寫0年的例子 上個禮拜 搶的個股今天 表現是這個樣子 那上個禮拜差的 跌很深的 還跌挺版的 台積電 現在呢 是不是都漲回來了 所以 個股有沒有續航力 不是看它今天漲還是跌 那 我節目時間有限 你如果想要檢視你手中的個股 還有沒有續航力 美姐建議你加入美姐LINE 小老鼠QQ208 美姐來幫你來檢視 加入美姐LINE 官方帳號 小老鼠QQ208 三個QR Code也可以 那 在這個情況 現在 不管是國際情勢 還是 還是怎麼樣的 我認為很多人都感到很恐慌 漲也不敢買蝶 你又很害怕 那 那 我有沒有新的個股要佈局 我有沒有新的個股要佈局 你如果要跟上的 美姐可以幫你危機化轉機 隨意變黃金 美姐帶你逆轉勝 那 如果大家 想要逆轉勝的朋友 歡迎你利用廣告時間 跟現在主題人恰學 我們休息下今廣告 待會兒回來 今天還有一個族群很強 那我們如果看到這新聞就知道 說送電遇到瓶頸 送電遇到瓶頸 送電遇到瓶頸 台電下令說桃園以北 不提供大型的AI資料中心 但是今天這個族群卻很強 送電族群指標1519的華城 今天這樣子 你覺得它有延續力嗎 美姐認為它上方壓力太重了 這邊只視為是反彈 這邊只視為是反彈 然後1513的中心電 這邊 這上方 在這一條線 這上方全部的壓力 這邊是有亮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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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升反彈 美姐視為是反彈 那再來呢 1503的試電 1503的試電 這看起來是怎麼樣 在這條線的上面 全部都是壓力 所以你不要想說 今天搶的股票 而且都跌升了 我來搶一下 那搶你就要跑得快啊 搶就要跑得快 我今天這個族群都很強啊 但是呢 從形態來看 它就是上方 都是壓力 都是壓力啊 所以美姐在這邊先提醒大家一下 那電子族群以外 光是電子族群 重電族群以外 還有沒有什麼族群是可以留意的 美姐選什麼 我過去我就有跟大家講 2888的星光金 2888的星光金 你看 上個禮拜行前還跌 它是不是已經漲回來了 是不是已經漲回來了 那它呢 前7月EPS1.5 上半年EPS1.31 等於說7月份 它還是賺錢的 而且呢 它有併購題材 淨值16.53 股價低於淨值 而且它前7個月都是賺錢的 我認為它具有投資價值 所以美姐跟大家講 美姐認證 那還有什麼產業 現在你擔心的是國際形勢嗎 什麼產業不會受國際局勢的影響 什麼產業不會受國際局勢的影響 美姐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檔 皇家典藏 我相信美姐已經跟大家講一陣子了 她上半年呢 我給大家一個暗示 她今天沒有漲 她今天沒有漲 美姐跟別人不一樣 不是在那邊跟你講漲停 上半年 稅後存益年增8倍 現在換算下來本益比不到9倍 不到9倍 所以呢美姐認證這檔皇家典藏 好戲還在後頭 那你手中持股 你現在關心的 是你手中持股 還有續航力嗎 歡迎加入美姐的 Light小小鼠QQ208 美姐幫你來檢視 想跟上美姐小部的朋友 歡迎你利用廣告時間 跟現在注意的人洽訊 最後是不是大家 每天都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連結 拜拜 拜拜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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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